是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是 我今天跟各位讲过说 按下这个按钮 那按钮事件的话 其实就是从什么 从这边确定点两下 它会跳出一个什么 当这个B1的 有没有 那个原件名称 被什么 被Click Click就是一个事件 所以呢 这个有个原件 后面是 当它被 什么 点击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先产生什么 标准体重 再把结果输出到 那个 我们的储存 就是说 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下面一笔 那程式部分 因为今天时间 可能不是很够了 所以 我直接拿这个云端 上面这个 这个来讲解 基本上 我这边的话 直接把程式 移到这里 那里面的话 我是用什么 标准体重2 我刚刚讲过 也可以用标准体重2 怎么样 把它的买B 因为买B就是什么 身高嘛 对不对 有没有 这样 买B 的TES 身高 性别是买D 点TES 对不对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一个 跟这个 丢给什么呢 标准体重2 刚刚不是有一个 标准体重2的 那个 方选吗 有没有 那个自定函数 那它会帮我Return 一个结果放哪里呢 放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买1 那买1因为呢 它是只能够怎么样 就是显示 那如果说你要丢给它的话 它的属性叫Caption 跟文字这个不太一样 OK 这边要特别注意 那就把最后的结果 标准体重 丢给这里 再来做什么呢 知道说向下侦测 到底现在到第几列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B2去侦测 可是我要的是侦测到第六列 那我要写到哪一列 它的下一列 所以把它加1 丢给这个R 丢给这个R 指的是 我要写到哪一列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什么 它的第二列 放什么 放买A 第三列放买B 买C 买D 买E 刚好就是照顺序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 特别重要 不过买E 因为它是那个标签 有没有 所以是Caption 跟其他不一样 所以有些同学这个搞不清楚 标签是Caption 文字方块是Test 下拉清单也是Test 这个属性比较特殊一点 好 做好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有执行 那输入 你可以Test看看 某某某 身高150 体重65 然后按确定 1显示 2输出 有没有发现 显示 输出 没问题 清除的话很简单 就把这些都清掉 所以清除的话 点它两下 这个是B2 Click 那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全部丢什么 空置串 不就全部清除了 OK 这个全部清除了 OK 那所以我假设我输入一些东西 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清楚 全部清除了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先写完这边 然后面才会牵涉到有关资料库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对表单的设计 整个流程 一定要熟悉多做 那至于那个细节 其实有讲过 反正由外到内 由左到右 重新定义名称 再去撰写事件的程序 那就完了嘛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 照着这个流程 做个表单 真的没有什么 OK 不过因为这东西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实做 反正做熟了之后 你可能在 像我是做了 已经很多遍了 所以已经很熟了 那当然 只要肯花时间 利用上班时间来做 多多练习 OK 上班 除了老板 也会给你薪水 你还可以提升自己 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以前像我曾经 我那时候当然工程师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这老板真的太好了 因为他每天让我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之外 他每个月也会会钱给我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蛮棒的 对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 写程式对我来说 本来就是我的兴趣 然后 因为除了兴趣以外 我也很喜欢买书 那时候公司 我们那个时候发现 那时候老板都很佛心 因为都可以报仗 那有些东西不会 比如说老板 我要上什么课 老板全部补助 那时候 支撤会的课 我记得好像 上过十几万的课 老板也是直接买单 而且现在好像要签什么 你五年内什么 如果离职 你要 要干嘛干嘛的 那时候都没有 所以 回想起来 奇怪 这个这个 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时候你做的事情 如果是比较没有取代性的 因为那时候会这个 20年前会这东西不得了 那时候其实算已经 很少了 所以如果说你取代性低的工作 老板说 你要什么老板都给你 但是如果你工作取代性高 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各位 这东西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今天第一次上课 先讲到这里 有关表单设计方面 那下一个礼 请各位把这个档案 先存起来 因为下个礼拜 还会接着用到 就是再加上资料库 OK 今天先到这里